这场比赛从上半时到下半时 如果没有塔利兹卡最后的绝杀 我还是那个观点 可能从观赏性的角度来讲 它不是一个踢的特别热闹的比赛 或者说这场比赛可能如果没有绝杀 1比1也是比较合理的一个剧情 因为下半时 山东隆东泰山那边 确实比上半时踢出了更好的表现 得拿出了更坚决的态度 但是确实山东鲁能他自己在传接球的成功率 尤其是右路的进攻上 有效的传球 有效为自己队友去输送的次数太少了 当然也得说这场比赛 到下半时比赛 广州荣大导宝这边 特别是正治这一块的体能的下滑 也让整治球队中场这种组织能力 可能要步步上半场 这也让下半时比赛 山东鲁能这边打的至少更加积极一些 而且李孝峰知道把先是陈克瑞 后来是周怀斌 在中场用人数的叠加 他也是至少在中场可以有更好的拦截能力和传承能力 对 当然在我看来 我也觉得能在这场比赛当中换人的时间节点 包括节奏 我稍微感觉有点乱 有点快 特别是陈克瑞 达正主要他表现好的时候 又被立刻换下来了 上半时的比赛打成1比0 你看下半时换人 首先就是周怀斌的使用 当然对于周怀斌摆的这个位置 确实有值得讨论的地方 但如果要看下半比赛 菲莱尼对于塔利斯卡的限制 你会觉得 没让菲莱尼往上顶也是对的 周怀斌上来 这招也是参与到了中场的拦截当中去 只能说恒大它在一些基础球或者细节上的处理 比鲁能还是的确要强一些 在有限的进攻传球的次数上 因为我估计可能不如鲁能 它整个的一个数据 但是却创造出了比鲁能更好的机会 估计李小邦知道这场也得气得够强 其实上下半时那两个人一球 都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这就是为什么在比赛当中尽量要少犯这种低级的错误 我说之前我们也在说鲁能对亚冠那场 对马来西亚的对手 你都给对手这么多枪定位球 这场比赛很多错误不该犯 结果到最后还是犯了 对 尤其最后其实戴林上了一下 戴林其实他已经顶住了这个位置 面对戴林想过去也不是特别容易 稍微顿一下等一秒两秒 可能这机会也就没有了 这个大绝杀可能就成为今天晚上的焦点了 直接刷屏了 再高还是绕了过去 但我始终觉得你看王大雷这铺球的动作 他选择了双手过去侧铺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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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